康禄是一名39岁的大学女教授 为了儿子的前途和自己的职业生涯 与学校领导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康禄的儿子逐渐发现了母亲的秘密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家中有一双男人的皮鞋 随后听到母亲房间里传出异常声音 透过门缝 他震惊地看到母亲与校长在一起做那件事 儿子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无奈 他想要帮助母亲摆脱这种境遇 但又感到无能为力 大家好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位名叫康禄的女教授的故事 由她的儿子讲述 我的妈妈是一名非常漂亮的女人 虽然妈妈已经39岁 但是平时注意保养的她倒是没有多老态 相反妈妈的皮肤还是十分细腻的 就是那种良家少妇型的 看着很端庄 十分的有气质 妈妈名字叫康禄 是一名大学教授 要说以妈妈的年纪和资格 是不可能在这么早的年纪就得到这个职称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 印象中 妈妈一开始只是一名讲师 但是从我初二那年开始 她就生得非常快 甚至于在后来被调到工作很轻松的学生科之后 工资和福利也是不降反升 当然 这么快的升职速度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初二那年 有一天妈妈让我跟着她去找校长 说是要调动工作 因为底本工作的处所离家里太远了 上下班不方便 所以妈妈想去跟校长商量下 能不能调到离家里比较近的一个校区来 说起妈妈学校的校长 诚实说我对她的印象不怎么好 一个矮个小老头 还冒顶的那种 最重要的是 她一口黄牙笑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跟笑面虎似的 后来我发现是她的眼睛太小了 真不知道这么一副长相是怎么当上校长的 到了校长家楼下 妈妈却忽然让我在楼下等 说自己上去就可以了 我也没有多想 正好也不想看到那个猥琐的小老头 我也就乐得在楼下自己溜达 但是很奇怪的是 妈妈这次上去的时间特别长 估计得有一个多小时了 等到我等不及了叫她的时候 妈妈才急促下来 那天妈妈穿着的是一条 白底浅红花无袖连衣裙 肉色的丝袜和白色高跟鞋 但是从校长加下来后 我发现妈妈的丝袜不见了 晃着两条白花花的大腿 而且头发有些乱 皮肤是那种潮红色 走近后还能闻到一股味道 当然这些当时的我是不知道的 只是感到妈妈身上的味道有些奇怪 我还问了句 妈妈 你身上的怎么有怪味 妈妈的脸色红了下 没有 你校长叔叔把查到妈妈身上了 还有 回去不要跟任何人说过我们来过这 不然别人会说我们贿赂校长的 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爸爸也不能说啊 不能 就当是一个机密 我答应了妈妈 虽然心里有些怀疑 但是当时等急了的我没想这么多 我知道他们必定有什么事情 不过妈妈不说我也就不管了 一路上看妈妈脸上挂着一丝如是重负的笑容 我感到妈妈这次估计是能成 没什么理由 就是感到她特别放松 果然 没过几天 妈妈被调到离家里最近的校区担负学生科的副科长 工资福利还有小幅度的上涨 知道消息后的妈妈好像没什么意外的表情 就是晚上加餐吃了点好的 虽然工作地点离家里比较近了 但是后来妈妈工作的好像也挺忙的 我就一直很奇怪 学生科平时都没什么事情 不知道怎么回事要经常加班 倒是和以前没什么差别 不过好在职称倒是平上去了 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这样一直过了半年 我也升入毕业班了 学习更忙了 回家的时间也少 有时候就直接住学校了 一般也就一个月回家一次拿点生活费 其他时间都在学校复习了 有一次我要回家拿复习材料 本来是早就要拿的 可是后来走得匆匆促就没拿了 现在要用了 只好回家拿了 也就是这一次回家 让我发现了妈妈不为人知的一面 等我回到家打开门 发现门口有一双男人的皮鞋 不是爸爸的 爸爸常年在外面哪有这时候回来的 就算要回来也会跟我说一声 然后我听到妈妈的房间里面有动静 难道是小偷 不对 哪有小偷进门还拖鞋的 我轻手轻脚地摸过去 妈妈的房门虚掩着 隐隐约约传出一阵阵声音 怎么回事 现在的我可不是半年前的那个矛头小子 什么都不知道 毕竟也是看过了太多的爱情电影了 我透过门缝一看 里面正是妈妈和那个校长 我一眼就认出来是那个猥琐的校长 我知道了 为什么妈妈半年前的那次会上去一个多小时 下来之后头发会混乱 丝袜会不见了 我站在门外气愤且无奈慌乱 不知道如何做 但我知道他们快结束了 怕出意外 我悄悄退了出来 在房子外等了会 就看到妈妈穿着一件浴袍把校长送了出来 又等了一会 安静了一下心情 感到妈妈应当把屋子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才回到门前敲门 妈妈 我回来了 快开门啊 我要是调学校了 妈妈显然很意外 我现在回来了 屋子里一阵响声 过了会才给我开了门 小平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前几天才刚回来了吗 妈妈有些忙乱 不过强字镇定着 复习材料忘拿了 我回来拿下 我假装不经意的答复 你这孩子 怎么那么大意 下次回来的时候提前打个电话 今天刚好我在家 不然你就进不来了 妈妈有些抱怨 我心里虽然知道妈妈是在找借口 但是我也不想说破 因为毕竟妈妈也是为了调动工作 才屈服于校长的 只是我现在的能力 根本没办法把妈妈从校长的魔掌中解救出来 不过妈妈你放心 我必定会想到方法的 当然这些话我是不能说出来的 我回房间拿了书就走 中间抽空描了下妈妈的房间 发现妈妈还没来得及收拾 乱糟糟的 妈妈你怎么起来没叠被子啊 这么乱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下 我明知故问 不用不用 你先去上学吧 不要迟到了 我自己收拾就好了 妈妈忙不迭地把我推出了门 然后向我摆摆手就关上了门 听着身后传来的关门声 我心中的一扇门也悄悄地关上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花在复习上 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沉重的复习任务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让我没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 七月份的中考 当最后一门考完 我走出考场的时候 我轻轻松了一口吻 总算是完了 能轻松下了 考上重点高中是没有问题的 一天我回家发现钥匙没带 妈妈去参加聚会还没回来 再等了半个多小时后不耐心了 直接杀到妈妈同事聚会的处所 本地一所很高级的酒店 还真是腐烂啊 问了好几个服务员之后 才找到妈妈所在的包厢 跟迷宫似的 进门一眼就看见妈妈 还是一身剪裁合体的上班装 坐在正对门口的地位 显然妈妈没有料到 我会到这里来找她 问我什么事 我说钥匙没拿进不去 妈妈没说什么 只是责备了我下 把钥匙递给我 说自己晚点回家 让我自己早点睡 我点点头 虽然知道妈妈确定 又是跟校长去了 但是我却没任何办法 自从我放假以来 妈妈就没把校长往家里带过 不过经常学校加班 在外面很晚才回来 出门前我却听到妈妈 所在学生科科长的一句话 她妈的 科室里哪个女人 我没放到过 妈妈他们科长 长得跟个流氓混混似的 真不知道这样的人 是怎么当上科长 就这样的人还管理学生 虽然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喝多了 有说大话的嫌疑 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我在一联想 她的长相和平时的作风 暗暗留了个心 每个人都放倒过 那就是包含妈妈了 我心中更加气苦 妈妈现在 岂不是被两个人渣 肆意玩弄 我作为儿子 却没有任何的措施 只能眼睁睁 看着妈妈受苦 我有些低落地回到家 打开电脑 却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妈妈 现在怎么样了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不行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不管科长的话 是不是真的 我都要调查明确 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从哪里开始 对了 我不是有妈妈的钥匙吗 虽然妈妈说晚上加班 确定是假的 我可不趁机到学校去调查一番 他们科室应当有什么东西留下 我就不信妈妈是心甘甘心跟着科长 必定是有什么把柄在科长手里 必定是这样 想到这我不再迟疑 穿上衣服赶紧往妈妈的学校去 要抓紧时间 根据妈妈平时回家的时间 现在是七点 还有三个小时 花去路上的时间 就剩两个小时左右了 匆匆促赶到妈妈的学校 我大摇大摆从门口进去 反正大学的管理都很松 不会有人去管谁进来没进来 更何况我一个小孩 妈妈的学校我来过好几次 所以我轻车熟路的直接往办公楼走 现在是放假 学校人少 办公楼更少了 果然 我一路摸到妈妈的办公室外面都没碰到人 真是天助我也 用妈妈的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 里面静悄悄的 心里有些畏惧 但是把妈妈解救出来的想法让我没办法退缩 我不敢开灯 等眼睛慢慢适应黑暗后 勉强能看明确里面的摆设了 和以前一样 我静止走到科长的电脑前打开电脑 没想到还有密码 不过难不倒我 妈妈以前说过 学校的电脑密码都是统一编制的 从电脑的科室和编号就能猜出来 我按照这个方法输入 果然一次就成功了 进入桌面没什么东西可以猜忌的 想来那个流氓再蠢 也不会把东西直接放到桌面上 作为科长 他的电脑是最靠里面的 除非走到电脑面前 不然是看不到桌面的 这让我有充分理由信任他完整 有可能把东西存电脑上 我打开磁盘一块一块找过去 凡是可疑文件都一个个打开看 没收获 难道真没有 不可能 必定漏了什么东西 我不死心心又从头找起 还是没有 不禁对自己的料想有些不断定 耐着性子又找了一次 在打开的历史记载中看到有一个网站经常被登录上去 打开一看 是一个自拍网站 感谢科长 账号是主动登录的 短信箱里一大堆的短信 都是什么崇拜啊 那个女人是谁啊 楼主你太强了之类的 我打开科长发表的帖子列表 一开始还没什么 但是从半个月前的一个自拍视频帖子却一直爆满 都被置顶了 帖子的名字叫老子又拿下一个美女 有视频为证点开一看 是一段三分钟的视频 刚看了个开头 虽然视频上的人脸打着马赛克 但是我还是一眼认出来那是妈妈 因为我对妈妈的脸实在是太熟悉了 视频上的妈妈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很显然是下药了 男人拿摄像机给妈妈各种拍摄 视频到此结束 果然是这样 妈妈被这个流氓一样的男人用照片要挟了 接下去还有好几个视频 只不过妈妈都已经是清醒的 一开始妈妈还有些抗拒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妈妈的反抗越来越小 到现在基础已经是屈服了 其中有一段录音 标题是用照片要挟美女 这个帖子最为火爆 都几千条回复了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汤老师 给你看个东西 什么东西 给 接下来是一个重物落地的声音 然后是撕东西的声音 没事 慢慢撕 我还很多没拿出来的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 你到底想干嘛 说这句话的时候 妈妈语气有些生硬 只不过底气不足 嘿嘿 康老师这么聪慧的人 怎么会不明确我想干嘛呢 说白了 我只不过很喜欢 康老师而已 不可能 我要报警了 这句话我听着都不怕 那个流氓 怎么会畏惧 抱吧 刚好让警察也观赏下 然后明天你的照片 就会贴满校园 沉默了十几秒钟 求求你 把照片还给我 我不会说出去的 妈妈哀求着 这怎么可能 妈妈怎么会问这种话 这不是白问的吗 康老师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你跟我一点也不吃亏 你丈夫常年在外 都没有人陪伴你 现在是由我陪伴你 而且还可以给你 升迁给你钱 这么多么好的事情 而且指不定到时候 把我伺候高兴了 我心情一好 就把照片给你了 又是一段沉默 是不是这样 你就能放过我 妈妈有些屈服了 放过你 你怎么可能 你的身材 我可是十分迷恋啊 老东西 果然三句不理本性 沉默了会 好 我答应你 不过这件事情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妈妈终于是让步了 妈妈怎么这么傻啊 这样的事情 一旦答应了 基础是没措施结束的 除非科长腻了 不过以妈妈的姿色 想来是不会这么快的 嘿嘿 康老师早答应不就完了 校长那个老家伙 跟你有一腿吧 要不是他老婆提前回校 我还真没机会 对你下手呢 看来改天 我得登门感谢一下了 哈哈 从这个得意的猥琐声音 我才知道什么会这样了 本来校长的母老虎 提前结束在国外的交换回学校工作了 难怪他会放过妈妈这个美女 录音结束了 我却安静不下来 知道妈妈被科长要挟的全部过程 我却轻松不起来 我却轻松不起来 虽然用药是很老套的方法 但是却百事百灵 这个科长可不是个简略的角色 要是没有把柄 估计想把妈妈解放出来 无疑是天方夜谭 看了看 最近发表的帖子 是一篇文章 大意是这个美女 现在已经基础是屈服了 现在要进一步管理了 承征大家的意见 下面是一大堆回复 看来妈妈的经历了 虽然我心里如刀脚一般 但是我却只能眼看着妈妈 就这样一步步陷进去 又找了下 没有任何收获 我默默记下了网站的名称 和科长的ID 把东西恢复原状就离开了 回到家里 妈妈还没回来 我想了会下来怎么办 没有任何头绪 时间已经指向十点半了 要是平时这个时候 妈妈早就回来了 可是今天怎么还没动静 正当我躁动不安时 门口传来一阵声响 妈妈回来了 我赶紧跑到门口 看到妈妈正在拖鞋 那个混混科长的动作 怎么这么快 妈妈换完拖鞋起来 衬衫有些湿 变得透明了些 我心里一沉 果然还是开始了啊 小平怎么还不睡觉去 明天不是要去找同学吗 门怎么一直开着 妈妈脸色微红 我不知道是因为喝酒的缘故 还是其他的缘故 或者都有吧 嗯 专门等你回来 不然要是在我这里 你怎么进来 我半真半假答复 洗过澡了没 洗完就去睡觉吧 妈妈估计还有什么事情吧 我不再说什么 回身就回房间了 躺在床上思绪万千 却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 慢慢地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 妈妈已经在厨房里面 做早饭了 见我下楼 妈妈回身说 等会就能吃了 我趁机视察了下妈妈 是一件在家里比较经常穿的 只不过穿得很普通 难道是我多心了吗 那昨天晚上怎么回事 我看花眼了 想不出个所以然 等妈妈做好饭 我胡乱吃了点就出门了 今天约了同学买东西 没想到走到半路 那家伙一个电话 就让我打到回府了 那家伙被他妈妈拉出去 当挑夫了 回到家却发现科长那个混混 竟然在家里 不知道跟妈妈说着什么 我偷偷猫在窗户底下听 你竟然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 你想要照片是人吗 不要在家里好不好 我儿子在家 被他发现了 我怎么做人啊 私下里怎么穿 我都听你的 在家里不要好不好 妈妈有些哀求着 听到妈妈还在意我的见解 我心里知道 妈妈还没有完整沉沦 至少还顾及我的感受 好啊 你不听话是不是 那我也不用遵守什么狗屁承诺了 我会让你懊悔的 科长这次没说什么 只是搁下一句狠话 然后就走了 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回家 就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东西了 等我买完东西又逛了会 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感到时间差不多 该是时候回家了 到了小区门口 却发现公告栏有很多人围观 看来有什么热烈看了 我挤过去一看 却发现是一个女人的照片 虽然脸上打了马赛克 但是我还是认出来 这个是妈妈的照片 周围的邻居都一脸唾气的表情 不停说着什么败坏风气 见人破鞋 不要脸之类的 小孩则是被家长直接带回家 我不敢多坐停留 赶紧回家 进门发现妈妈正在做午饭 看脸色应当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看我进来 问了句 小平 怎么公告栏那么多人啊 有什么新公告吗 我知误着不知道怎么答复 妈妈又问 怎么了 你没看吗 那算了 我等一下自己去看 我怕妈妈到时候被人认出来 毕竟也在这里住那么久了 我赶忙故作轻松地说 没什么 就是不知道哪个流氓 在门口贴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太没道德了 妈妈一听到照片 全身明显发抖了下 不过马上镇定下来 故作轻松地说 是吗 现在的人太没道德了 在门口贴那种东西 应当去找物业投诉 妈妈话虽然是说了出来 不过仔细听还是能听出来 心里的那丝忙乱 过了会 妈妈就把菜盛起来 让我先吃 自己进了卧室打电话去了 我假装答应了声 然后在妈妈关上房门后 猫在门上偷听 还好房子比较早 隔音不是很好 勉强能听到说话声 你怎么能这样 要是被人发现 我还怎么做人 妈妈有些恼怒地说 然后电话那边说什么 我不知道 过了会 妈妈才答复 不要这样好不好 私下里你想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但是不要在这里好不好 又是一阵静音 那好 我照你说的做 不过你必定不能再把我的照片到处贴了 然后就是挂机的声音 接着是妈妈开衣柜的声音 妈妈终于是答应了吗 我心中一阵无力 但是却没错失做什么 只能是回到饭桌前吃饭 以前可口的饭菜 此时却是如同嚼辣 但是又能怎么办 不说我现在逗不过科长 但是妈妈的照片在她手上 我想应来也要考虑下成果 除非我们不打算在这里生活了 可是不在这里住 我们能去哪 妈妈必定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才准备就义自己的吧 因为一旦事情败露 不说她 我也是没脸生活下去了 搞不好爸爸还会跟妈妈离婚 那样一来 谁都不愿意看到 过了一会 妈妈才开门出来 已经不是睡裙了 是一套黑色低胸 即西沙裙 一条铜色腰带恰到立意的把妈妈的身材竖成一个S型 腿上也是黑色的丝袜 显得很是性感 妈妈坐到我对面 说 小平 等一下我要出去一趟 你吃完了把碗放着 晚上我回来再洗 下午的话 要是想出门的话 记得把门锁好 钥匙要带上 我N了一声 持续低头吃饭 妈妈随便吃了几口就放下碗筷说 我出去了 记得我刚才说的啊 晚上要是不回来做饭 你就自己到外面去吃吧 说完妈妈穿上高跟鞋出门去了 我也没心情再吃下去了 看着妈妈逐渐消失的背影 我内心越发地沉重起来 我心中不安地想 妈妈 你还能反抗多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谁能来救救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辉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 转发 订阅